2016年推出的《哈里波特》系列前傳《怪獸與他門的產地》 成功再次帶大家走進神秘的魔法國島 而來到續集《怪獸與葛林戴華德之序》 更進一步與《哈里波特》連接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對《暗黑怨靈》的描述 據知這是JK羅琳全新創作 而《暗黑怨靈》是專門找蓮幼巫斯作為宿主 當蓮幼巫斯不斷壓制自身魔法時 就會迫使體內轉化出《暗黑怨靈》 而在他們情緒失控時 體內的《暗黑怨靈》就會釋放出來 而其中 《灰燈斯》就在首集化成《暗黑怨靈》 今集就會揭開他的《身世之謎》